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正区 信义区这两区的供流水坝水位已满 八堵抽水站抽水量也达到每日21万吨 其中13吨是由新山净水厂净水后供基隆市民来使用 剩余的8万吨水则送到新山水库储存 基隆缺水警报将逐步获得解除 可以稍微减缓一下我们目前的水情的情况 基隆七乡站主任林昆伟说出基隆能面对 轩南诺台风来袭的矛盾心情 因应台风来袭 基隆市政府召开房台会议 基隆市长牛昌要求各单位做好相关房台准备 期盼在台风带来降雨的同时 能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台风带来的丰沛雨量已经发挥效用 在水公司方面证实负责供应基隆市 中正信义两区的供僚坝已经满水位 高地社区缺水有解 双溪昆溪桥那边雨室开始增强 然后陆续经由昆溪桥长南桥 大概到我们这边橡皮坝 大概是早上10点左右开始溢流 水位开始下来 对于我们这个旱情有非常大的帮助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 这个缺口都可以补上 就是已经没有缺口了 因应台风来袭 曾经因为五轮溪暴涨水的五轮里 自主防灾队开始 哀家哀户提醒居民做好防水砸门等 相关房台措施 立法人蔡思应也陪同宣导 我们自主防灾队的时候 10分钟就开始启动了 后三 中国后三 跟所有的清淤的部分都做好了 像刚刚就立委爱家爱护的宣导 希望从大火来头前 他们都把水闸门都传得好 有需要的时候马上的装上去 能预防水灾百分之百 公务数其实都已经派员进驻了 第四河山局也派员进驻 我们整个五轮溪 希望在这次大雨的过程当中 整体的防水排红效果 能够达到有效的预防 所以刚才我们爱家爱护跟各个住户讲 跟店家说 请他们也预先把水闸门装起来 因为上一次大烟水 那一次就是很多店家来不及装 所以我们特别今天也跟大家讲 今天晚上就开始装起来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来对付这一次的台风 那我相信一切都会顺利平安 幸好这次台风 并没有对基隆造成太多灾情 不过带来的丰沛雨量 让八堵抽水战 每日可以抽取达21万吨水 其中13万吨水由新山进水厂进水后 供应基隆试使用 其余8万吨水则送到新山水库储存 加上基隆进入雨季 持续抽水入水库的情况将可延续到明年 基隆缺水警报已逐步获得解除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北宁路在台风天夜晚发生了砍人命案 一名66岁男子趁着倒垃圾时 持刀砍向黄姓邻居 导致邻居不幸身亡 而他砍人后就跑到了必杀鱼港 躲在海水中一晚 直到清晨才被逮到 警方初步调查 疑似双方因为噪音的问题 结怨已久 全案一故意杀人罪嫌 移送法办 警方和安全员搜索一整夜 直到白天 一名男子躲在角落被发现 泡在海水中赶紧将他拉上岸 男子随后被送到医院 他就是前一晚持刀砍死邻居的许姓男子 他很喜欢他的肾望 他喜欢站这边 他在去挖河 走那里挖河 但是我去那边去挖河 因为我当时 他的习惯是习惯站这边 他不喜欢站前面 事发在二号晚间八点多 北宁路民宅前 66岁的许姓凶贤 趁着到垃圾时间 突然持刀砍向 68岁的黄姓男子 男子当场倒在地上 警消货报将男子送于急救 但仍然回天乏术 本所于二日晚间货报 北宁路段住家有持刀伤人案 查许贤因与邻居黄南 因平日居住噪音问题 心生嫌隙 辨迟历任砍伤黄南 黄南经送医急救后 仍宣告不治 警方即刻组成专案小组 分头调阅沿线监视器画面追查 许贤逃逸用的车辆及凶器的下落 案发后警方展开追查 发现凶贤开了车 逃到吉隆必杀鱼港 再将车辆弃制 警方随后与安全员展开大规模搜索 一直到3号清晨 终于发现他躲在船板的角落 今早岸边守望的园警 全面加强搜寻 便在进岸边的船板下 发现许贤躲了一整晚 由海巡人员将许贤救上岸后 警方借户送完三军医院治疗观察 警巡后将依杀人罪 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嫌犯迟刀朝对方动手 但详细原因警方还要再厘清 全案依照复以杀人罪 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市选举登记结果出炉 到9月2号截止日为止 共有5人登记参选市长 56人角逐市议员席次 还有287人争取成为里长 其中市议员竞争最激烈的是安乐区 13人角逐7个席次 冷暖区市议员王省之决定不参选连任 另外里长的部分则是七堵区有一里 5人抢当里长为民服务 同心协力 由跆拳道选手登山协会成员 与篮球队教练等体育界人士组成的教育团 让选择在最后一天登记 争取连任的基隆市议员童志伟非常有信心 希望有机会继续监督市政 为民谋福利 4年前的今天 我们也是选择在今天登记 那今天刚好是下雨的日子 我们基隆不缺水了 我想今天就是一个登记的好日子 除了通知委 包括争取连任的中政区市议员南敏黄 仁爱区市议员庄农青 以及安乐区新人许超胜 及参加原住民市议员选举的王尚杰等 都选择在9月2号完成登记 令人意外的是 暖暖区市议员王省之决定不再争取连任 改推团队成员陈冠宇接棒 根据基隆市选会方面的统计 这一届市长选举共有5人完成候选人登记 市议员则有56人 其中以安乐区13人参选人数最多 里长部分全市有287人登记参选 七土区有一里5人角逐竞争最激烈 在完成登记收件后 接下来将进行候选人资格审查等 预计10月21号举办号池筹签 111年基隆市第19届市长 第20届市议员 第22届里长候选人登记 已经在9月2号5点半截止登记 那接下来我们选委会会将候选人名单来做审定 那定在10月21号进行那个市长 及市议员的候选人的号池筹签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金明昌休闲农场主人指出 受到气候异常 今年雨水先雨后干的影响 文旦比去年收成减少了三成左右 原本一棵可以结上百粒文旦的文旦树 今年只结果不到60粒 还要补偿给任养文旦树的客人们 受到气候异常 今年雨水上半年雨多 下半年却没有雨水的影响 以七堵区金明昌休闲农场生产的文旦来说 比起去年同期收成减少三成左右 今年就是在三月 幼稚在开花的时候 天天下雨 所以受捆的基地很低 所以少了好几成 少了两三成以上 农场主人张青坡进一步表示 原本一棵老藏文旦树可以结果上百粒文旦 结果今年不少文旦树大概只有结果60粒不到 还要从别的文旦树采摘文旦 补偿给任养文旦树的客人们 因为当初保证一棵任养的文旦树 可以结果60粒文旦以上 所以本来我150粒嘛 我自己都给人家热养100粒 其他50粒是去年自己留下来 还拔了四五千斤 所以今年50粒留下来 只是说把补给不过60粒的 每一株树都要有60粒就保证的啦 如果没有60粒我就补它 所以今年自己50粒留下来 就补给不过的人就这样 所以刚好是授粉的时候下大雨 那现在反而是缺水就会造成 最后柚子结果的时候是这种状况 对啊 像来一来就开始一直好天 所以我现在这几天都是拿水管在浇水 就是不浇水的话柚子长不大 太热的话连叶子都弯弯的 就是叶子就没有水分 所以我这几天都一直浇水 我们张老板尤其要帮这些任养的人 照顾得很好也会非常诚讯 尤其我看虽然说他刚才所讲的 因为下雨的关系可能减少了三成 可是他还是照顾得无为不至啊 特别感谢他 张清波指出他种植文旦几乎不用农药 采用吊挂黄色补银屋 自然抓果蝇的方式避免虫害 结果上半年雨水太多影响果树受粉开花 下半年却因为几乎没有雨水 自己又要想办法拉水管用吸水灌溉补水 避免文旦树无法结果 不过气候异常还是导致文旦树欠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大家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怎么这样 有追剧有视讯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夏末秋凉好时节 团圆共聚赏月圆 红式甜品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引领风来袭 环保局即东明路一带水沟清理 发现了水沟内有大量的泥水 两天清理就超过了100多包 市议员旅美林怀疑市政府进行下水道工程惹得祸 市府指出会尽快查明破损处 环保局提前人员从水沟里挖出一坨 又一大坨的灰色泥水 但不管怎么清 泥水数量还真的不少 原本水沟里清出的应该是淤泥 但仔细看灰色泥水相当干净 打开每一个水沟盖 平均都可以清出15包以上的泥水 不一样不一样一看就知道它全都是水泥啊 它都是很粘丑的 对对对一般问题不会这样 你们挖了多少公尺 然后每一个水沟盖大概都几包 我们从六河街口一路挖过来 昨天开始挖每个洞大约都是十包起跳 这个是如果干掉就很麻烦 这个干掉我们也没有办法处理 便因你排水不凉啊 水没办法排出到那个河那边啊 就会造成沿水啊 金融市议员女美龄到场关心 沿着水沟盖往上游走 发现距离100公尺的市政府下水道工程 疑似是祸首 你看 是哪 我那个 我那个是会硬掉 对他们本来 因为下水太多了 因为现在有水啊 昨天下雨啊 他们本来是怕硬掉 所以他们从昨天开始挖 后来刚好有水 昨天挖的更稠 那现在是因为下过雨了 有水积在这边还要比较好 过滤完之后 我们再把这土用太空包 刚刚有白色袋子装起来嘛 然后再到我们 因为我们有申包到台北港去 并去把这些土包引到台北港 那你看它沉淀完之后 那个水上面浮起来 那个是干净的水 它不是说像这样的泥水 后去你们还在查看 这个部分我可能要再查看看 在施作过程中这个部分有没有 在洗 比如说在洗桶子什么的师傅 把它留下去什么 我再 经过包商员现场判定 发现水溝内的泥水 和沉淀的泥土相似 市政府公务处前往了解 研判是工程进行推进时 沟壁出现了坍塌 破损破的裂缝 导致泥水灌入 目前还要找破裂地点尽快修复 我们早上有过去了解 那这一段的部分可能是因为 我们那个推进是用泥水解压方式 那可能是我们那一段的排水溝 可能是有套光或流缝 所以造成那个泥水跑进去 造成流浴气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做 监视排水溝的状况 如果排水溝确实有损外的话 这个部分我们会进行修复 那这个不是本工程故意把那个 污泥的那个排放 故意倒进去排水溝内 我是很庆幸说环保局因为经常来寻水溝 然后来发现 来发现说怎么会有这样那么多的污泥 所以在台风前的前一天 它赶快来清 然后又昨天又下了雨 所以今天泥水也比较稀适了 然后昨天已经挖了100多袋 那今天又挖了100多袋 那当然可能下午还会继续挖 所以我觉得要赶快来查清楚 这个泥土泥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呢赶快来截流 来阻止否则的话 这样下去的话可能挖不胜挖 我是希望市政府能够查明 那个泥水到底是从哪里来 而且要查清楚 到底是哪一个单位所造成的 然后呢必须要由那个单位来解决 并且呢来领清责任 好在这次轩然落台风来袭 清洁队员清水沟时 即时发现 否则一旦泥水不化 恐怕就难以处理 记者黄绍明 吉隆报道 干机会保肝筛检活动 这次到吉隆 针对30岁以上的民众 做免费肝病抽血筛检 还有150位幸运的早鸟民众 可以进行腹部超音波检查 今年抽了没 这个公益活动现场有知名的主持人 侯昌明 并且邀请到艺人杨浩威 张玉杰公益现身 分享他们的护肝经验 并且感谢主办跟承办单位 推动这个公益健康活动 呼吁民众一起来顾肝 定期做筛检 早发现 早治疗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跟我们的胡仁社 还有固立基隆医院 我们来天合来举办 今天肝炎肝癌的筛检活动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呢 我们知道 大家都知道肝病是国病 台湾地区有250万人 是地形肝炎的代言者 但还有40万左右是细形肝炎 虽然这段时间 政府也大力的推动 有免费的治疗吸肝 但是呢 我们发现 很多的病人 我们每一年去做筛检 还是发现很多的病人 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吸肝 那同时呢 也在筛检中发现 有恶性肿瘤的情况 所以我们呢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一直在推动说 一方面来做筛检 找出目前民众 不知道自己有肝病的病人 一方面也进行大家注意 你每一年都应该要去做 尤其是我们去年开始推动 有关四岁以上今年超了没有 顾操的运动 这个情况就是提醒民众 这是国病 这么多的民众得到这样的肝病 现在肝病确实是可以早期诊断跟治疗 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那我们知道肝脏 它有小问题的时候并不会呈现 而肝脏最敏感的检查仪器 就是腹部超音波 那有时候症状一显现 肝脏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但是腹部超音波对于这个小病症 或是有小变化的时候 它特别的敏感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 肝病防治基金会 部立基隆院还有许许多多 福人社的好朋友 然后爱心的捐赠这个服务 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 从这一次开始 那配合市政府 配合我们基隆分地区的福人社 来一起来照顾大家的健康 那希望说市民全部一起来 那为了我们的健康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当然基隆地区我们也是看到 我们十大死因肝病 也是在我们的第二位 那所以我还是要提醒 就是我们基隆地区的所有合乎 我们这次这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家 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母子的传染 这个都要再一次 我们要再提醒大家 那这次非常谢谢福人社 那还有我们在地 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前辈 我们一起有这样一个共襄盛据 大家常说肝是好的 人生就是彩色的 那今天我们福人社总监 陈汪泉 陈总监 特地带着肝心会 来到我们基隆 那身为基隆福人社的社友 那当然第一时间 就要一起来共襄盛据 而身为基隆市市议会的副班长 副议长 也在这边要感谢我们福人社 对我们基隆地区所有居民的照顾 这一次的肝肝检查 主要是免费 那本来是一次要三千块 不过也是报名有限 所以未来希望说我们福人社也好 还是其他公益团体也好 可以跟鼠基合作 跟我们基隆市合作 来帮我们基隆的民众 保护他们的健康 保护他们心肝的健康 这次的公益活动感谢了许多单位 尤其是肝机会 国际福人社许多爱心志工 出钱出力 在现场进行各项服务 获得民众的感谢 他们希望提醒民众 定期抽血跟腹部超音波检查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以达到根除台湾肝病的目的 记者黄日生记用报导 由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预估 新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 将再度升温 佛光山极乐寺特地捐赠了 1000个N95口罩 给在第一线维护治安 和消防安全的警察及消防队员 协助他们做好防疫工作 在佛光山极乐寺庙章住持带领下 极乐寺一行人先到基隆市警察局 致赠1000个N95口罩 给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交通的警察人员 协助他们做好防疫工作 也受到警方的由衷感谢 这个疫情有在升温的情况 所以我们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特别捐赠给我们基隆市的警察局 所有的警察同仁1000个N95口罩 希望他们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都能够平安吉祥 因为他们的心情付出 为民保安所以非常辛苦 那我们也能够尽我们佛弟子的一个力量 那带给社会一个安定 平安吉祥的因缘 警察局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 国际山吉祥市捐赠的这个N95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给我们外勤同仁一个 坚强而有力的一个保护 在这边特别感谢 随后吉乐市一行人再到基隆市消防局 同样捐赠1000个N95口罩 给火里来水里去的打火弟兄 协助消防队员做好自我防疫和防护 同样受到打火弟兄的感谢 一个发心的力量 那也捐赠了1000个N95口罩 给我们基隆市的消防局 希望所有这个英勇救人的消防人员 都能够在执勤平安 那希望呢疫情也赶快平息 大家都能够呢消灾绵烂 平安吉祥 我们感谢吉乐市对我们的照顾 那在我们救灾情愚 然后捐赠我们一些物资 让我们做我们的后盾 由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预估 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将再度升温 佛光山吉乐市特地各捐赠1000个N95口罩 协助警察和消防队员不用担心防疫物资 专心执勤让市民朋友可以安居乐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你有吃过桂花香气的绿豆碰吗 基隆在地烘焙业者 将8月桂花香的感动推广出去 将桂花融入绿豆碰内 另外群求创新 业者在烤月饼的过程中加入奶香 让蛋黄酥吃起来绵密香浓 因为我很怕胖 所以我跟你讲不会太甜 然后味道很很很 蛋黄的味道很香很香 跟传统蛋黄酥真的不同 绵密淡香究竟秘诀在哪呢 在地烘焙业者也不常思答应在烤盘上 今年的蛋黄酥的奶香味跟酥度 还有里面的那个红豆馅跟蛋黄都特别的改良过 今年的蛋黄也是比较软 然后呢今年的红豆馅变比较不甜 那你可以吃到更多的奶香味跟那个蛋黄酥的那个皮 是香气是跟以前完全是一不一样 是加两倍的味道 还有包着俗成黑筋的乌鱼籽 前年新创后就一直很受欢迎 今年整块乌鱼籽香气从月饼内飘出 刚出炉的新滋味令人难忘 很清爽的乌鱼籽 而且吃起来不会很油腻 乌鱼籽的味道很香很香 你可以吃到乌鱼籽的味道 然后可以怀念那个 咸咸又甜甜的豆沙味在里面的融合的口感 还有顾客一进门就问 你好 请问和牛绿豆碰还有吗 我们和牛绿豆碰卖完了 虽然已经完销 但业者推荐的最新可谓 冬入桂花的绿豆碰 你知道绿豆碰在我们基隆算是 大家都会很喜欢的味道 然后绿豆碰在基隆卖了非常多年 所以我们在中秋节的前15天都会做限量 就会出桂花版的 因为桂花跟绿豆沙加起来其实还蛮搭的 有一种甜甜的香气 那桂花会放在你嘴巴里面 慢慢释放那个桂花的香味 特制的绿豆馅加入处理过后的桂花 搓揉成型后印上桂花两字才算大功告成 我喜欢绿豆泡 嗯 真的 赞啊 业者挖空心思 创新可谓 还要推险出新包装 抢工中秋节月饼市场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好 走不起来喔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中央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散播假消息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1眼见不一定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眼见不一定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药集团关心您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药快评吧 中药